在清真系企图偷窃而被施以御师惩罚的19岁少年丹尼尔 早前被施拉阳蒂亭判处坐牢10天 外加罚款4000令吉 不过案件今天峰回路转 沙亚南高庭撤销有关刑罚 改判丹尼尔以社会服务120个小时取代监禁和罚款 沙亚南高庭法官拿督阿都哈林表示 判决是基于被告指示企图偷窃 清真室也没有蒙受损失 外加少年只是出犯 因此判决应该给予嫌犯改过自新的机会 丹尼尔从今天起必须每天向福利部官员报道 按照时间表在六个月内完成社区服务 否则根据原本判决受罚 阿都哈林也建议涉及御师的清真室和录制散播视频的人士 向当事人和公众道歉 同时借此机会提醒各党不应该在法庭下判前 自行采取法律行动